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逃亡了八个月 从台北躲到台南 在住家楼下被警方拦截 远警仔细搜索机车 这名男子也是共犯之一 去年11月就落网 他们这个诈骗集团三名成员得手过鲍鱼 茶叶 礼盒 还有知名雪花宅月饼 就连五金也能骗 甚至Ella前男友的企业也是受害者之一 总金额高达将近2000万元 那现在选举到了他们 老板 每次选举都会把那个选举的政治现金 我们在做生意也不方便说 到底是哪个候选人或是干嘛 开除的支票都是巴勒票 就连谎称的竞选总部地点和名品 都是犯嫌故意用三十万元买下 一家成立三十年信用无虞的公司 试图掩人耳目的诈骗手法 那以买空卖空的方式 先订购物品之后再用低价立即的嚣张 虽然缜密规划大转选举黑心裁 但终究被警方追查到行踪 狼狈落网 三里新闻 戴伟陈璋得生 李锦 新北市报道